竞选期间赖清德多次重申会延续蔡总统两岸外交路线 让外界高度关注赖政府的国安人士布局 包括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两位副秘书长陈文正与徐司健 国安局长蔡明燕是蔡政府主要国安成员 其中顾立雄与徐司健在任近四年 陈文正更长达七年多 蔡明燕虽然去年才出任国安局长 已担任过国安会副秘书长三年 私人对国安体系很熟悉 被点名游刃机会相当大 他过去这几年 不管是出外出访的时候 还面对各个国家的一些重要智库的政策人士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时候 他能够很熟悉的把国际形势 都能够说明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相信赖总统大选 一定会找出最好的国安团队给国民 目前的情况下 这个国安团队大幅的延续旧的 是一个台美关系沟通成本最低 然后跟现状最延续稳定现状的一个做法 认为未来应该是这个 四位国安核心人员多数会留任 是一个短期的发展方向 顺利分析 留任除了延续蔡政府路线 也能稳定台美关系 但也不排除有些微变动 其中顾立雄就多次被点名 可能接掌国防部 顾立雄先生他之前就已经入阁过 依照他的背景 什么是他离开国安团队以后 最适合的趋向 我是认为说 跟国安相关的部会是比较合适 在国安会议里面 长期跟国安部门互动的这些政府的部会 是延续顾立雄的这个 折冲能力跟这个专业能力 最好的一个去向 距离520只剩两个多月 在国安人士方面会是菜归赖髓 或是有其他想法 答案很快揭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